现年24岁的韩国女团FX前成员雪莉 在2015年8月正式的退出组合 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 而她在最新首播的真人秀《真理上电》中 终于道出当年退团的真正原因 售囚时开始没有拍拖,猫大悲 不羡慎地雾 那一个枪令又加大悲 何枪意当中让人 defenceemos 开始失 Mint 怎么应该会有没有 ? 如何12缓运时间04 足以下班达就出动二继hips 我把它交好 我看着日不是不合照的 但正如期欣负 我不能看到日子 所以我不能照独立 我很不安 我自然是保护的 事后不少网民炮轰雪莉自私 在fx宣传新歌期间宣布退团 白费了队友的努力 有大批的中国粉丝更留言 心疼队长宋茜 是当年雪莉离队 宋茜才是承受最大压力的人 而宋茜几年前已经回到中国发展 队友Crystal则专注在韩国拍剧 不过另外两名队友Luna和Amber 个人发展并不理想 fx在雪莉退团后也慢慢的走下坡 三年前以私人姿态 发过专辑后便一直没有再回归 粉丝的希望跟期盼 也在漫长的等待中破灭 fx已经名存实亡 可能是见到太多的网民留言指责雪莉 宋茜在微博发文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走的路和必须要走的路 不要停下脚步 走好无悔 I'm fine 平心而论 宋茜回国当演员之后 发展的确是比在韩国的时候好多了 偶像组合其实也不能跳一辈子 fx的粉丝们 该放下的就放下吧 而且别忘了 雪莉一直都没有离开SM 而fx在雪莉暂停活动后的那一年 发展的势头还是相当不错的 无以为继的原因 明显不在雪莉身上 我差点是否跟她比较 在雪莉尔城上 比尔城上 我在雪莉尔城上 和雪莉尔城上 在雪莉尔城上